新北市淡水区历史悠久 有许多的人文历史建筑 更是观光圣地 位于新生街30巷古迹护围小学校 礼堂园区前方的这一块空地 民国100年公所开始进行淡水镇 首任民选镇长官设原址重建计划 但中间因为与施工厂商所使用的材料 与设计有不符的情况因而进入了司法诉讼 经过12年到今年才结束 而公所也将木构造拆除还原空地 而为了要将这一块地有效再利用 公所日前也邀请市议员在地文史工作者 以及里长进行一场首任镇长官设再利用计划说明会 来讨论未来要如何进行后续 司法单位这边也同意 我们就是拆除掉 拆除掉现在就是一个空地在这边 所以希望借由这次请大家来 我们经过提示广力来包括文史工作者 包括我们名义代表 包括各位现金 包括我们在地理长 我们看看这块地我们要怎么来做 会比较好 方向发挥它的效益 区长表示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说明会 除了向市议员名义代表 还有民众各界文史工作者来进行计划说明之外 还有官社的缘由也期盼广纳各界意见之后 未来能够与市府在民意基础之下 来讨论如何进行这一块地的再利用计划 对此市议员陈伟杰也表示 镇长官邸是淡水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相当于淡水观光景点群的成员 以任何形式来纪念首任镇长官社 同时也要达到在地居民的需求 不管是从历史文化 或是从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等等 我们希望能达到一个多方的一个共识 不管是未来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把它做一个呈现 或者是把它重新盖了之后 变成一个里民活动使用的一个空间等等 那我们还是希望说 具有这样一个历史意义的一个首任镇长官邸宿舍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它做一个形象的一个重塑 至于是实体的 还是要这个虚拟的 我想还是希望我们公所跟市府好好来费心 希望未来不管是怎么样的设计 尽量能够朝向一个共融式的设计 希望说能够兼具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之外 同时也能够兼顾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 这个地方都破坏掉了 不是以前的那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价值了 假设你们要盖好好的盖 要做的话好好的做 不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我们来种菜就很好的啊 我们好好把美化还比你们来花那么多钱的好啊 里长说过去这边都是在浪费公堂 希望能够作为在地里民能够使用的空间 例如种种菜等等 对此事议员陈佳琪也表示这里具有纪念价值 希望重视在地居民的需求 以达到观光与历史文化的背景 两者都可以兼具较为妥当 而在这一场说明会之后 区公所将会广纳各界意见 在与市府讨论 是要重建还是作为其他使用 记者许多人一旦睡采访不到 提供起来